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帐 我是黄培硕 大盘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主张就从 去年10月5号16162上来 到18619 今年的1月5号 这个第五大波卖动 推升到一个段落之后 针对这个麦动 它现在在做一个整理架构 在做一个整理结构 现在目前还在整理 它现在一个A波一个B波 这个西波现在目前走三段 目前走三段 我说这个西波 一个调整形态的西波 到底走五段还是三段 这个地方就即将要出现 比较关键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转折 因为这个走三段五段 它的整个包括个股 包括旗子的一个操作结构 可能当然就大不同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整理结构 这一段突然就不在 我们把这一段 我们把它稍微拉大来看 好 这样比较清楚 这个建高点186191月5号 我说它三段有一个A波一个B波 从这个地方18330下来 它是一个西波走一二三段 目前西之一西之二西之三段 好 那现在做一个整理 西波如果走五段 它在123然后ABC4 就有个五段下来 那个下来就测试 那个前波的一个低点了 前一个大波 那个是五浪起点 那个就比较深一点点 对这个结构 那我说西波如果走只有走三段 整理结构高一个段落 A波B波C波 结束了以后 它能够越过这个点位 有效越过的话 它可能大概接下来持续整理 那就是在这个区间 一样持续整理 持续整理的话 你等于是 它这个整理是往下的方向 做一个ABC 接下来的整理可能也是三段式的 然后也是一个 它的大方向可能就往上 甚至去测高或过高都不管 它有机会出现一个大底波 那个是西波如果走三段 对不对 那好 那如果走三段的话 你这个上去要先越过这个点位 确认以后 它还是会有一个拉回 待会我们从期货来看 就是说如果说它走三段 你大概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位 会在哪个地方 如果走五段 123 然后ABC4 第五段 那大概五段就要从这里下来 因为昨天大涨 今天黏在这个地方 它刚好就在这个 下降轨道这个地方 你如果走五段这个 就从这个地方下以拜就直接就下来了 那就12345段 那因为它昨天拉得很高 它这个地方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拉得很高 所以如果说要走五段的话 从这个地方下来就空间就比较大 你如果从这里下来 大概空间就没那么大 你从这因为它又弹回去了 所以再下来那空间就很大 所以到底如果说大概能够 如果走五坡的话 其实我们心里面 当然比较自私的想法 会希望它走五小坡啦 因为走五小坡下来会很好操作 你这五小坡下来 这第五小坡一杀下来的话 破底以后然后一路杀杀 杀下来以后怎么样 你要去那个地方杀低吗 不是 那个地方是要全力做多 怎么那个地方是要全力做多 为什么 然后我们从期货来看 期货的部分 1月5号建高点18546 大盘18619 那这最后一段推升就结束了 它推了五小段 推了五小段以后就开始拉回 一拉回就从这地方拉 这有一个假突破过高 那个18583 那都小B坡不管它 A B这个C 就从18330下来到16695 这期货的指数 的点数啦 16695 目前这个点也还没有破 目前 好 那它是走三段嘛 对不对 那当下会止跌 是因为这西坡的第三段 走了五小段 有没有 这边A坡在那边 然后B坡 然后西坡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西坡三段走完了 第三段它走了五小坡 所以它反弹 所以它强弹 好 它弹了一段时间以后 对不对 跟你 之前跟你谈 我说如果它走三段 就大概会用另外一个震荡往上 整理的结构 如果走五段就这种结构 当然这是复式整理 果然它是出现一个复式的整理 复式整理完走五段 第五段下来 这个第五段下来 这个地方你要找买点 那我说这个地方 这12345段只要一旦下来 大概就是回撤整个大极数的次级上区 那个地方起长点那个地方 就有机会 那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不管破不破 你来到的地方不管破不破 你都要全力要占买房 为什么 因为它短线 它短线12345坡已经杀下来 七坡的12345坡暂时走完 这个一旦五坡走完 它就是会有一个强弹 然后甚至会整理很久 那一段强弹整理的过程是做多的一个安全期 而且那段时间我相信如果有这一段下来的话 有这一段下来很多电子股可能会跌到怎么样 很好的买点会浮现 很好的买点会浮现 所以我说我们比较自私的想法 说希望它可以走五段下来 而且这样很清晰12345段 现在来到这里 昨天最高是17470 之前没有 之前是17456 我说它如果下来再上去一次 然后从这里就下来 有没有 那这个空间就很大 那这个空间大的话 这一段或许先断完 然后你这一段的话 接下来的这个12345走完 这里的话会整理很久 那个地方是做多的安全期 很多个股 尤其是别是那电子类股 应该有机会从那个地方 骑脏强弹 可是这个地方一杀下来 可能很多人会措所不及 会杀了屁股尿流 你这个要先我规划 这个地方这很重要 好 就这个地方 那这种结构 通过这个结构我们把它 把这一段整理的架构 我们把它拉大来看 这到底是 有些位置去震荡 还是说要走第五波 如果你看这个结构 这个就是大概走第五 也就是说它西波只有走三段结构 这最高点18546 我把这一段整理的过程在这里 这个整理的过程 我们从高点 这第五波 前面不要看 这样比较大 18546这个地方 18546这边 做一个A波 做一个B波 这日线 西波它现在目前跌三段 对不对 目前跌三段 好 它已经弹回来到这边 17470了 我说这能够有效越过去 这个17506 然后有效突破的话 它就是西波就只会走三段 那西波走三段 你就注意这个ABC就结束了 这个ABC就结束了 它就是一个大的整理形态结束 接下来可能会发展成 另外一个大的整理形态 那另外一个大的整理形态的话 方向是在往上 所以如果说能够出去的话 它还是会回 回来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买点 它会往上 就是在那边混来混去 好 那这其实如果是 当然那是比较大概 大概有一个示意图 一个示意图 可是个股的部分变成说 你这一区域 这个B波这一区域都会是怎么样 都会是买点 可是因为我说这种架构 整理结构 尤其是如果说 位于它是一个大B波的结构 个股表现差异是相当的大 跌了跌涨的涨 这个要选对才有 可是这段期间内是做多没 那不是全面性的崩跌 好股坏股一体跌不是 该涨的涨该跌的跌 那这样就够了 当然你要去选那种 该涨的涨的那种个股 只要不要说 好的坏的该涨的也不涨 大跌 然后该跌的也是大跌 那这样就全部跌 那就做多就很辛苦了 那种崩跌式的就是会这种结构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整理结构 就算它没有攻击 没有攻击 它就在整理没有关系 只要它是陷入 就是一个整理形态的话 那你就做多安全起 那这个就是说 西波它只有走三段 等于是16695 这个西波三段已经结束 接下来它看它怎么 往上慢慢混上来 我讲混不夸张 所谓的B波那种混上来 真的是用混的 它上去还会下 下以后又上去 上去又又下来 怎么混来混去 可是你要注意它的方向 是在去回撤高点 大B波的结构 它的方向是在去回撤高点 就是一个 那久了把它时间拉长来看 它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就是这一区间在那边整理 那这个区间已经整理完了 现在换这个区间再整理 其实区间都一样 那这个就是西波走三段的结构 我把它示意图稍微画一下 就是今天礼拜五 我们来把大盘 因为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大盘真的要把它解析 是否则你无所适从 到底该何去何从 你这个地方该买该卖 三不账 尤其是个股的部分 那我说只要进入这个结构 西波只有确定走三段的话 你这个地方都是做多安全情 就先暂时不要考虑大盘 个股好好选就对了 个股好好选就对了 这是西波只有走三段的结构 那当然这个好不好做 个股没有影响 其实指数的部分 这样的结构会比较难操作 不然怎么不得 不然怎么不得 那是西波走三段 那如果说西波它走五段 就像这一种 它西波走五段的 很干脆这一种 我说这一种的话会很好操作 而且会比较有大前转 我们讲自私一点的话 会比较有大前转 而且比较好操作 那一种就会长这样 一样它是一个整理 这最高18546 583 这假突破的 三段的A波B波 从18330一样下来 它123段目前到这16695 三段16695 对不对 那三段以后它做一个第四段 然后还有一个第五段 那这个ABC第四段的话 17470大概就差不多 因为这个17506 14不会重叠 如果重叠一点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有效重叠了 就像我说 如果它是有效重叠这样子 它已经有上去了 对不对 有效重叠已经有上去了 都越过了 有效越过 它那个就已经 就只走三段而已 三段没有关系 它还是会有一个拉回 所以买点还是在这个区域 比较好的长线买点 好 当然个股不一定 个股那个不一定 有的已经早就 我说在这个卖动 其实第五波 就算它又会走下来 现在还没走下来 很多个股也已经提早落底 所以我说那些个股 是我们现阶段选择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标的 主要的琢磨重点 那一类型的个股 那一类型的个股 就算它这个要走五段 当然如果走三段 那就OK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它慢慢真的慢慢真的 往上了 所以当然要买股票 对不对 好 走五段 第五段下来 虽然很深 可是我说有些个股 已经提早落底了 你现阶段就是要挑那种个股 那挑那种个股就 不管它两个结构 你都不用担心 你就说它底下来 第五段底下来 不用担心 或是说这种结构 那更不用担心 对不对 好 那这第五段的结构 你看这买点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画荧光笔这个圈圈 这一种 就我说这种会 我们比较自私的想法 这种会比较好操作 而且会有获利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这一段只要一下来 很多个股会跌 非常好的买点会浮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其实也一样 这边一二三四五段 那这五段一旦走完下来 你这一段就要反弹了 那因为它幅度都很大 所以这样反弹 反弹它可能简单反弹才下来 或是说做一个ABC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整理 那个时间有够你做 而且会比较拉长 而且它属于是什么 如果它五段下来的话 头发这个西坡走五段 一二三四五段了 万一这五段下来 它这个五个脉动 有机会它会形成 未来往下发展的一个初跌段而已 那没有关系 初跌段是一 对不对 弹回来是二 那个二弹回来都会一般会比较高 时间会比较久 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全力做都是在 这样的一个理由 是我们这个跟你讲 都是有所本的 不是就跟你说 为什么要做 不是 只抢一点反弹不是 因为它接下来 还是一个第二打破 第二打破的话 我说它的幅度会弹得比较高 时间会比较久 那做多就是安全起 而且这个一下来的话 这很多个股的买顶相当的漂亮 会相当的漂亮 会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在这里 那你看这个一二三四五破 那现在到底要走五段走三段 因为这现在三段嘛 三段已经确定了 到底你要走三段没有了 就直接就上去一点点 然后下来就像这一种 对不对 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买点 这一种就在这个地方是买点 所以你现在的话要不要急 我们讲坦白话 你现这段 因为它就更卡 卡在怎么样 卡在就是最临界的那个价位 价区了 正要表态了 应该下礼拜就可以决定了 应该是下礼拜就可以决定了 那好 你这个结构 这个西坡撒下来现在长这样 我们再来研究这个西坡 到底是走五段的可能性高呢 还是只有走三段呢 然后就要开始往上反弹了呢 来 从18330下来的西坡 18330下来的西坡 到16695 目前三段对不对 西坡 目前三段 它也是做一个ABC 富士的整理上来 17470 这个下降轨道 这一条轨道应该是还算标准 应该是还算标准 那如何判别 我说如果说它一直横台拉很久的话 大概我们就会主张说 它就只有三段而已 三段而已 三段而已 那虽然说它还没有越过这个17506 没有有效站上 可是它如果一直在那边横台 整理很久的话 它久的时间会拉过 会拉过这条轨道嘛 对不对 虽然说价位没过 可是它会拉过这个轨道 大概也可以确立说 西坡只有三段了 那三段以后 你就要朝这个方向来做了 差不多西坡只有三段 你要朝这样的规划来做了 朝这个规划来做了 了解意思吗 那朝这个规划来做 当然很多个股 你不用等它的地点了 有些都已经提早落地了 就是做多的安全期 已经提早浮现 提早浮现 好 那就卡在这个地方嘛 我说它下礼拜这张针 一路灌下来的话 就是12345段 那五段的话 就是我们比较自私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其实蛮期待它走五小段 你走五小段是还好做 走五小段下来的话 这一段其实 因为它又拉上来 这个16695 这个17470 这边有几点 差不多这边等于有800点 又多拉到800点上来 多拉到800点上来以后 再下来破底 那个指数的空间就又变更大了嘛 就又变更大了嘛 对不对 你这个又多拉上来 然后再下去的话 那个第五波 第五七波里面的第五小波就 它的空间就变更大了嘛 那更大当然那一段就 其实因为那一段的速度 可能也会快 也会快 好 那如果有那一段 当然也要把握 对不对 那那一段完以后 这一段刹下来完以后 12345波 五波就是长这样了 那这里的话 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旗子都要全力做 股票期货 全部都通通这个地方 应该都要全力布局多单啦 因为它大概就要来 又会有这一段可以做 所以这个结果 我今天是把这个 就整个它的来龙去脉 未来的一个推背图 把它先把它画出来 因为面对接下来 比较关键的一个表态 有两个架构呢 是插得比较远一点点 而且是比较中线的结构 比较中线的 所以我们把它沙盘推演 那如何来应对进退 大概应该就很清晰 大概就很清晰 这齐全的部分 差不多是齐全的部分 好 那选择权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照着我们之前的 那个整个应对策略来操作了 对不对 如果走三段走五段 我们来怎么来应对 当然现在都不是好的进场点 现在 下礼拜可能有机会出现 下礼拜 好 那是选择前这个超级任务 timing交给我 这个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那看他们创造在12.8倍 这种18.5倍 这种比较高倍数的一个获利 或是那种9倍的 9倍的这种 好 这齐全的部分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我说现阶段 你要找一些硬要做空的个股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因为它卡在大部分很多股票 都是三月底以前 尤其是下礼拜一的三月二十 有些是今天的 都才最后回补日 那你最后回补日 隆敬最后回补日 完了还要再停卷几天 完了以后才可以开始做 好 对不对 所以变成选择性就变得很少 那变得很少 可是它有些就是它已经 有的已经封顶了 那你硬要做 最后回补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什么时候开放 这个都要特别 尤其是现在因为股东会有钱 要特别注意 那可是至少说 那一个股 你不要再去尝试去买进 我认为 我认为任何拉回不用认为 像类似这种 我举一个例子 3661的4000KY 这已经五大坡都封顶了 一二三四五大坡 这边第三坡 主生段还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小坡 拉回来次已是上去 有没有 然后上去还是五大坡 那五大坡结束以后 它做一个AB 这个AB做完了 这个C坡是慢慢的下来 那天杀到跌停875 然后反弹 今天还是又下来 有没有 你任何反弹 今天还是几乎又打到块跌停 那这种结构 它本来只是会跌一段 弹回来一段 跌一段弹回来一段 你一直弹回来 弹回来有时候任何弹回来都是卖点 或是甚至说都空点 或是你要拔挡点 类似这种股票有好多档 好多档 当然有些我们要保留 因为可能或许改天 它如果说时间也吻合 或许还可以做它空单 对不对 或许还可以做它空单 类似这种架构 那我说你现阶段大盘这个地方 不管它有没有第五段下来 或是说已经没有第五段 三段走完开始要往上了 在那边震荡震荡慢慢整理往上 很多个股就算有第五波 它也是大概已经也提早落地了 就是现阶段你要挑的这个股票 应该是重点 应该是重点 琢磨的重点 来 像这个安吉 怎么说安吉这边有出生段出来二 然后这个我说它是三之一 拉回来三之二 应该现在三之三 那现在三之三也结束了 那一天36号掌停625 然后隔天66.5 然后杀下来 6477安吉 你说这个点跟离那种大盘的低点 那差很远 它是在一路再往上创高 不同的 结构是完全不同 你这种就跟它大盘第五波 有没有第五波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大盘有没有第五波下来 跟它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可是你要看它自己的位阶 这一个卖动 12345小波 这个卖动结束 现在针对这个卖动 要稍微做一个整理 有没有 整理完 我认为整理完 还是可以去找它的买点 整理完还是可以去找它的买点 这个结构在这里 我说这一段的推动很漂亮 这一段 12345波 这一段的推动 这一段推动就是 我们之前跟你讲的这一段推动 在这里 从30到50这一段 12345波 这是一个标准推动 那是一个出生段1 拉回来2 我说这很短 3自1 3自2 3自3 现在3自3结束就这一段 这一段3自3结束 我说上面有个五小波 有没有 1 2 然后3自1 3自2 然后3自3 然后会有个3自4 然后再一个3自5 所以它是一个多头循环 那这个跟西坡的 大盘的西坡 有没有五小段 有没有关系 任何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好 就是我说 有些就跟大盘的没有关系 有没有五小段都没有关系 那一种 现在这一段 应该去要琢磨去注意那些个股 要琢磨去注意那些个股 好 这是677的安极 677的安极 好 那6138的冒打 昨天跟你谈了 我说这个结构 也是很有机会说这个 它建高点以后 它做一个整理 A坡 然后三段式的横台B坡 那就下来 12345小坡 195.5 这个有机会就再次落地了 因为它有唐山来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算七坡五小坡 它可能也是一个压回 压回反而是一个提供一个买点 6138的冒打 6138的冒打 其实它昨天表现不错 涨了7%多到221 我说昨天不是重点 重点是今天 昨天涨点很多 今天又落下来 它今天还去续涨 这才是重点 涨了3.2% 来到225.5 225.5 6138的冒打 6138的冒打 有没有 我说这个整理架构 这个整理结构 这个地方 A坡横台B坡 C坡12345小段 这个整理大概有机会结束 可能先至少 有个反弹的架构往上 有个反弹的架构往上 你说这个C坡 如果大盘的C坡 有个五段 跟它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 或许它有个小B坡拉回来 刚好配合大盘如果C之五下来 那是刚刚好 这是6138的冒打 6138的冒打 有没有 今天也是涨了3.2% 3.2% 好 那这台表科也是这一个脉动 我看它也是大概落底的 也是落底的 6278的台表科 有没有 那这一段也是有一个五波的结构 结束 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是有机会慢慢的 一个组织给抵出来 这6178的台表科 6178的台表科 好 最高也到118.5 118.5好 那这个天域的话 我说应该有个B字C坡往上 A坡然后B字A B字B字 像这个都已经 之前大盘在往上冲 它都没有表现 而且已经也整理得够久了 也整理得够久了 有没有 差不多这4961的天域 昨天到217涨了48 今天大盘 它还是有创一点点高 有没有 4961的天域 218.5 4961的天域 这是我说的B字A坡 然后B字B坡 B字B坡它做了小三段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类似有一个 破底翻的结构 它破底下来 破底完马上翻上来 下平台上平台的结构 这个结构应该 像这种架构 你西坡就要有一个第五小坡下来 跟它有没有关系 应该我认为 我们主张大概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都是你现阶段 还没有决定西坡走三段五段 之前如果要布局 我们会挑这样的一个 结构的个股来操作 其他我在不再追求 如果你认同你念的 特别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有所本的 都有所本 来进化部网站 把这个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来电洽询 那如果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 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5月29号星期日一整天的课程 有兴趣的欢迎来电洽询 还有一些位置可以坐 还有一些位置 那你要报名要快 这每次都报名都额满 那每次上课都额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资讯专线27810909 27810909 您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采 及时解采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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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冷冻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回到前面现场来 透过这个地方盘式 刚好进入到一个怎么样 比较中线的 比较中线的多空转折的一个 最临界驾驱 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应对进退 要懂得如何去应对进退 好 那这个进化播放战法 这个有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来电洽询 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的 这您录为技术班 5月29号星期日一整天的课程 这欢迎你来电报名 因为还有几个位置可以坐 这个形态位接着的精准定位 这个很重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研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虎式的起跑点 至今圈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破浪操盘术 依靠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 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无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行工具 运达此故 022781 0909 2781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会嗨 会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